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电开机 就连弟弟的耳机也是没有声音 想报警却也拨不通 电梯仅仅关闭 不得已走下楼梯 电车也立起停车表示 被电车系少的上班族拼命冲去办公室 老师也没能赶到学校上课 学生们喜出望外 就连超市也是排起长长的队伍 还要现金支付 报废的自行车也提价增长许多 人们以为是暂时性的停电 可是知道没有电源 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只靠靠微弱的烛光来维持生活 男主发现事情可能难以控制 必须做出相对应的措施 就连水源都无法维持 取款机人满为患 大街上脏乱不堪 人们纷纷远走他乡 无奈男主决定只好带着家人骑自行车去女主娘家 远离等金 拿上东拼西凑所剩无几的钱 买了些许天价的矿泉水 飞机全部停飞 更有甚者殴打警察 用所剩无几的矿泉水换取奢侈品都拿不走的大米 旅馆封闭 一家四口只好洗地而睡 夜晚被人偷走矿泉水 弟弟拼命追寻 就连过隧道都需要蒙人牵引 喝不到水的男主觉得洗衣水都是好喝的 狂风暴雨后 四人只好捡取食物 姐姐也吃起了过期的罐头 弟弟也抛弃自己心爱的手机 为了补胎 只好把手机壳也毁于一旦 看着骑行者的美味的食物 让几人羡慕不已 女主大量向骑行者请教求生知识 八人结伴前行 一人一口地喝着 食物和水都寥寥无几 姐姐和弟弟情绪大爆发 指责男主的过错 水族管的稀有鱼儿都被一一进入众人口中 刚好分到四口人 以敌为生 男主下跪苦苦恳求 到最后四人 哥哥一山蓝绿 正当男主要吃昆虫时 意外发现一只猪 几个人蠢蠢欲动 拼命抓捕 男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猪捕获 在大叔的帮助下杀死了猪 来到大叔家里 机场碌碌的几人 哪管什么行销和礼节 饿狼扑实地吃着食物 吃热腾腾的米饭根本不咀嚼 只顾大口大口地咽着 几人强压恶心呕吐 将猪肉分割 渐如帮大叔掩脂猪肉 积极卖力地干着活 不知怎么生活的男主被呛得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月以来 第一次洗澡的男主兴奋不已 虽然换上新的睡衣 开心地像撞了万元大奖似的 难得睡上好觉的一家人迅速入眠 为了把大叔剩下的猪赶回栅栏 都在筋疲力尽地坐着 带着大叔给的食物 一家人又开始骑行 按照地图的位置居然是一条宽宽的河流 又开始骑行协力地坐好木筏 在水中运输自行车 无奈下大水 男主不愿放弃沉下的车子 结果自己被沉入河地 随着河流追寻的三人 还是未查到男主的踪迹 在准备走的轨道上 寄人食物时望着后方 姐姐居然将自己的食物给了流浪狗 以此吸引更多的流浪狗 女主在和狗狗抵抗的同时受了重伤 吃完食物的几只流浪狗更是紧追不发 千军一发之科 火车赶到救了几人 男主在河边醒来 走了几步放出求救信号 女主看到及时叫停火车 一家人终于团聚 最终在海边找到女主的爸爸 从此以后几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最终电源恢复 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